高贵典雅的美术展之中 八面玲珑 一对年轻母女正鸟鸟停停的漫步乘风 抵达馆长办公室之后 母亲开门见善 态度强硬 我女儿可是人中龙富 上门提心的富豪 那是早都数不清啊 既然你想娶她 就让我好好看看你的真实水平 看着女友热火的身材 精致的面容 惊重上脑的馆长 当即动身带伯母前往私人密室 介意证明自己的家底 足以取走家缝 殊不知在二人出发的刹那 伯母的电话与神秘人接通 温文尔雅的女儿也退去伪装 依靠破空而至的钢索 飞至顶层 进而利用通风管道钻入展馆之中 与此同时 伯母利用密器成功复刻密室之药 趁馆长不备 藏入货柜的缝隙之中 二人离开之中 女儿迅速开始行动 将价值2000万的古超香炉掉包了 换成了超市原价240 折后卖80的赝品 在神秘人的帮助之下 将如原地消失 母女二人更是安全脱离险境 神秘的母女二人究竟有何身份 竟能这般无视密室的机关重重 在天价古物失窃之后 贼界又会掀起怎样的血雨腥风 而这一切的谜底 尽在今日的阿末特工版 贼王之政 韩国当代贼王 金豹实力极为强横 四年来 凡他抵达之地 必有展馆重大文物失窃 在其盛名的号召之下 四方江湖猛将士纷纷加入团队 而片头的神秘母女正在其中 年长者名为一打 属于一等一的心理诈骗高手 年少者名为金姬 属于顶尖的钢索达人 一旁沉默寡言的男子 名为教授 因暗恋金姬才加入队伍之中 本来众人 销赃分钱极为得意 却不料 销赃人故意压架 这男众人烦躁之时 一则天价邀约破空而至 初代贼王金龙 邀请金豹前往澳门 因为前一阵子 在东京失窃的太阳之类 如今突现澳门赌场 此物属于千年难遇的极品钻石 价值至少三百亿 而金龙也打通各路渠道 只要太阳之类到手 两千万美金将手到清来 听见两千万的众人 无不瞠目结舌 因为他们平时的成绩 在两千万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金姬极为疑惑 这个金龙是何来路 为何有如此大的能力 连三百亿的钻石绝密 都能搞到 金豹没有说话 思绪逐渐回到过去 记得那是四年前 他金豹还是一个无名小贼 但那个时候 金龙正值巅峰 开锁 骗术 钢锁 伪装 样样精通 更是在 心思细腻的开锁高手 可乐的陪伴之下 金龙的倒数是愈发炉火纯青 两人自然也坠入爱河 而金豹正是此时加入的团队 在二人的帮助之下 金豹倒数开始突飞猛进 本以为 三人将成铁三角 创造贼界历史 奈何天有不测风云 地有导演使坏 在一次 行窃的过程中 金龙钢锁意外断裂 跌入电梯井 关心择乱的可乐 当即冲进一楼大厅寻人 结果暴露身形不朔 金龙的影子都没看到 苦寻十五天之后 可乐拒绝金豹施爱 毅然自首 干净牢狱 至于那次行戒的成果 六十八公斤的金砖 则不一眼而飞 而如今 金龙横空出世 很明显 当年的金龙是故意假死 目的就是独吞那笔 价值三十亿的金砖 眼看复仇机会来临 金豹让金鸡去女子监狱 接回假式的可乐 务必保证此行万无一事 与此同时 香港的一处珠宝中心之内 贼王吴华带领布众 正在实施抢劫 尽管碰上多事的巡逻警 众人也脸上毫无拘色 来不及吴华撤离 金龙电话打到此地 约起明日到澳门钓鱼 吴华瞬间心里神愧 从结案现场撤退之后 叫来老友之女阿玲 因为太阳之类事关重大 她不可能将开锁的任务 交给韩国人 一夜吴华 在金龙的召唤之下 两帮人马抵达澳门 眼看众将全部到齐 金龙直接给出行动方案 吴华看完资料之后 顿时不悦 因为金龙安排的销赃渠道 乃是东南亚三大销赃巨头之一 魏宏 相传魏宏本人心狠手辣 凡对他顶撞之人 接受死无权势 更诡异的是 如今手握太阳之类的白寡妇 乃是魏宏的情妇 此般风险之下 他不愿带上兄弟冒险 但在两千万美金的诱惑之下 吴华还是选择加入行动 但他唯一的要求 便是确认信息的来源 金龙没有拒绝 一个电话叫来白寡妇 同父异母的妹妹白英 双方一阵交涉之后 盗贼同盟再无疑惑 开启倒算之行 值得注意的是 吴华队内的阿玲 趁人不备 将一枚窃听器 塞入了金龙火机之中 原来 他是香港警方的卧底 很快已是深夜 满心酬愿的可乐找上金龙 试图问清楚 四年前的那场灾祸 但金龙不愿多言 两人不欢而散 眼看可乐归来 房中的金豹大为兴奋 因为方才 可乐偷走了金龙包内的 销糟名单 如今 只要他拿到太阳之类 将可通过名单 绕过金龙 独吞这两千万美金 可乐也正有此意 毕竟 他来的目的 就是惩治金龙这个复兴汉 听着金豹 在房内联系造假大师 复刻太阳之类 窗台上的心机 顿生一计 当即以三倍的价格 联系造假人 秘密订购了一份 告识赢品 就这样 在警方的监视之下 一行十人 奔向澳门的联络基地 并迅速开始部署 第一步 香港贼王 吴乌华和诈骗高手一打 二人假扮成 来澳门潇洒的日本夫妇 故意引战白寡妇 与其对赌 第二步 让善于勘探 把风的无缸摸清地形 将赌场监控和安保位置 一一集齐 很快 白寡妇携带太阳之类抵达澳门 赌场经理亲自接见 看着白寡妇保镖的分布 惊爆极为头疼 因为 俩保镖 一个紧跟白寡妇 另一个死守 藏有金库的三十层套房 没有万能房卡 他们根本无法下手 金龙当即投机所号 让金姬带上教授 对经理施展美人计 本以为 性感火辣的金姬将战屋不少 奈何 经理是个男童 幸好其对沉默寡言的教授一见钟情 金姬是顺水推中 趁二人接吻之际 一把 盗走钱包 顺利复刻 万能房卡 但问题也接踵而至 武器要怎么带进去 毕竟 枪是众人控制现场的必需品 殊不知 金龙早有安排 在赌场后厨之中 有一名苍苍白头温 在送餐员的身份之下 枪支 悄无声息 便送入赌场 万事俱备之时 澳门已是深夜 吴氏三兄弟 吴华 吴刚 吴臣 是久久不愿睡去 因为 吴华对此行始终有些忌惮 记得 十八年前 他和一位弟兄 曾盗走过太阳之类 对接的销赃人 也是魏弘 但在真正交易之时 本来一千万的价码 魏弘一口压到了五十万 那兄弟打算认栽走人 但吴华不愿贱卖 魏弘一怒之下 打死那人 丢下五十万 扬长而去 吴华的犹豫 害死了兄弟 但一切都已太痴 顾不上给兄弟收尸 亡命般 逃了出去 所以 他本次打算放弃钻石 改为 洗劫白寡妇 因为 白寡妇光赌场的美金 就有一百五十万海土 一夜无话 达华夫妇进驻赌场酒店 在二十楼开了一间房间 而金龙和金宝 在监控之下大打出手 吸引注意力 借一让教授摸到顶层 供金机师长钢索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金鲍赶到五号码头 买好撤退的船票 可乐赶到教堂门口的便利店 取走了 韩国游击来的太阳之类赝品 而金机趁无人注意 也悄悄的摸到此地 取走太阳之类赝品 很快 夜幕消散已至黎明 顶楼的教授 已架好钢索设备 金机也连忙进入 达华夫妇房中 达华夫妇则马不停蹄 进入赌场 VIP包房 与白寡妇对赌 安排好几人之后 金龙让金鲍带上可乐和阿林进入赌场 而他则守在门口的面包车之中 静等侧眼 书顾之 一切都被后方的警察秘密监控 随着金龙一声令下 众人全部发动 套上钢索的经机 依靠特制装备 顺利进入白寡妇套房 金鲍 可乐 阿林三人 乘坐电梯抵达30层 解决保镖之后 向套房冲锋 但此举引发了赌场的保安系统 眼看三人暴露 无缸无尘冲进保安控制室 一人一枪控制现场 并于第一时间关闭了赌场安保系统 在进击的磁力设备之下 三人成功进入房中 完美避开 余白寡妇 心脏支架相连的磁力脉冲 可乐阿林不敢耽搁 一人一库赶紧开锁 因为在安保系统关闭的那一刹那 澳门警帮就已经向此地冲刺 整个路程只有十分钟 与此同时 断电的赌场地下金库停止运行 经理当即执行紧急方案 将整个金库彻底封闭 任何人不得通信 转眼间五分钟一瞬结识 四年不曾出头的开手达人可乐 不负众望 一顿操作便破开了金库密码 比阿林都快上两份 可在打开之后 四人当即将在原地 因为两个金库之中 根本没有太阳之泪 就在此时 VIP房中的无华瞬间爆起 一人一枪控制整个渡局 就在此刻 一则短信精准发到十人手中 感谢大家的付出与行动 我已拿走太阳之泪 独自去见魏弘 愿今晚都有好梦 诗人顿时恍然大悟 这是个陷阱 众人当即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亡命向外逃去 殊不知 在众人逃亡之时 一直困于地下金库的白头翁 悄悄打开保险柜 将众人心心念念的太阳之泪 放入周晚之中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在香港警察 澳门警察 独场保镖的三面围堵之下 吴华 一打 这对亡命鸳鸯 在交火之后 死在了车祸之中 吴刚 吴臣两兄弟 则是一逃一捕 扮成了服务生的经济 在教授的舍命头案之下 虎口逃生 金爆可乐 也难以幸免 全被香港警罚 压上囚车之中 至于那位神秘的白头翁 则无声的消失在了澳门独城 很快天移大量 球车全速奔向码头 但三人岂是束手就擒之人 吴刚利用可乐的现行而坠 破开手铐 同时夺走警察背枪 金爆趁势解开手铐 稳住局面 但双方在退退嚷嚷之下 球车失控 一头扎进了壶中 金爆吴刚见识不妙 那是撒腿就跑 毒瘤 失去而坠的可乐 与球车之中 来不及 可乐思索片刻 球车开始急速下坠 眼看可乐昏迷 被活活溺死 白头翁冲到了湖底 将其救下 等其醒来之时 已到了一片陌生之地 看着手腕上的神秘钥匙 可乐极为茫然 奈何他刚起身 一个孩子便地上一纸信息 可乐没有怀疑直接前往 却发现金爆三人正在此地 与此同时 白头翁赶到一处码头 卸下人皮面具 面下之人赫然是失踪的金龙了 更衣之后 金龙拿上了太阳之类 不同卫红的电话 三天后 福山格林酒店交易 你亲自来 同时故意走到一名监视 他的香港警察面前 让其听到 而后扬车而去 香港总领寺 当即带队冲上福山 另一边 闷闷不乐的金爆四人 同仇敌忾 通过白寡妇妹妹白鹰 赶来澳门之时乘坐的 老斯莱茨 寻到租车信息 并依靠坐骑 留言地址 成功找上白鹰 在金爆的威胁之下 白鹰只能告知四人 格林酒店 1504房是金龙锁定 并答应 打探钻石的藏身地 转眼间 三天已逝 金爆四人 抵达格林酒店 通过电梯 故障 办成维修工 成功潜入酒店 三人各司其职 金爆堵住电梯 可乐 金姬二人 趁乱抵达1504房 可一顿翻找 并无任何收获 可乐突然想起 那夜 他敲金龙房门之时 听到的话语 果不其然 一阵巡视之后 可乐在1505房 发现了金龙的护照 与此同时 金龙找上白鹰 取回离开的船票 白鹰正式发问 那日你就可乐 为何那般着急 心情大好的金龙 没有隐瞒 道出了四年前的真相 一怒之下 他才选择 独吞金砖 但此次行动来看 可乐对其恨之入骨 那很明显 当年剪断钢索之人 乃是金爆无疑 一个是挚爱的女人 一个是相处多年的兄弟 尽管他知道可乐 被蒙在鼓里 但他不愿再提当年之事 结束这场对话 被金爆四人 听了个结结实实 可乐慌张之下 意外打开了狼灯 结果刚好发现 太阳之类躺在那里 悲痛交加的可乐 毅然走出1505室 不过 金鸡的嘲讽 一把将门锁死 就在此时 卫红人马赶到格林酒店 全副武装奔向1505室 殊不知 身轻如燕的金鸡 已翻墙而入 将太阳之类吊包 成功顿了出去 眼看各路人马到齐 港澳两警直接出动 将格林酒店围了个结结实实 很快 卫红重将抵达1505 金鸡如月交出钻石 但不知为何 他坚持要去隔壁的1504 鉴定真假 卫红无奈一步1504 眼看卫红入座 金鸡顿时低声怒喝 这个位置 你可曾有过记忆 卫红一脸忙 什么意思 金鸡再次逼问 18年前的那个夜里 你面前坐的盗贼 不止两人 床下还有一人 而那个被杀的贼 正是他的父亲 卫红脸上毫无波澜 毕竟他杀人无数 金鸡怒法冲冠 留下一句 没关系 今天你会死在这里 然后直接顿走 同时鉴定师 也发现了钻石威甲的消息 卫红人马直接暴走 此时锦利也已将大门包围 双方顿时展开火拼 刹那间 整栋楼都被枪林弹雨冲斥 这一刻 金鸡的贼王实力全面爆发 依靠一根钢索 便开始飞檐走壁 纵然卫红部下强横如斯 却也碰不到他的一根毫马 脱身之后 金鸡迅速向码头赶去 另一边 被困通风管的金鸡难以脱身 以免被警察捉脏 只能将太阳之泪 丢给位于三层电梯井之上的金鸡 却不了 金鸡拿到钻石变向独吞 吴刚直接追了上去 可二人玩命相争之下 却发现钻石是假的 原来真的一直在金鸡手里 心情大好的金鸡 原地沐浴 借沐浴 伪装成受金的房客 成功逃离 金鸢一路奔袭 抵达码头 意外发现可乐在那里等他 满脸欣喜 奈何 魏弘追杀到此 眼看双方玉石俱焚 阿灵抵达此地 一阵乱枪将魏弘打成重伤 金鸢趁乱赶紧逃了出去 尘埃落定之后 一脸黯然的可乐准备回家 却发现后备箱被人换了索性 他突然想起了那枚昏迷后的神秘钥匙 果然一拧就开 内部赫然是四年前 金鸢吞掉了那个三十亿金钻 而金鸡等人则被捕入狱 至于拿走钻石的金鸡则因为无处嚣张被困香港 可乐听闻之后迅速前去 结果等其抵达之时 发现已被人截足先登 出手之人正是电话之中 打算与他重新开始的金龙 极为精彩的悬疑喜剧大作 曾一度打破韩国多项影史 强烈建议大家看看原片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末 一肚子墨水的墨 江湖路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